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之前得过肾结石 但是他也不记得之前的结石有没有排出来 所以这次他更担心了 会不会结石变得更大了 在开始检查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肾脏 肾脏的位置和功能 肾脏位于腰部的正上方 在腹膜和腹部背面之间 大概就在我们的后下腰部位 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他一个亲切的称呼 腰子 肾脏的形状像一对蚕豆 内侧向你凹 长度大约是10到12厘米 它的表面光滑 如果我们把肾脏一切为二 你可以看到肾脏的内部结构 它是由肾石质和肾鱼组成 肾石质分为两层 外层是皮质 内层是髓质 在肾石质里面 排列着成千上万个肾的基本功能单位 简称肾单位 肾单位是产生尿液的工厂 肾髓质是由很多集合管形成 它的任务是收集肾单位的尿液 肾脏可以说是泌尿系统中最勤劳的器官 堪称劳膜 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肾脏的功能 看看它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呢 肾脏的一个关键功能 就是将新尘代谢产生的废物 从血液中过滤 肾脏呢就是血液的清洁债 因为肾脏肩负着 兼具的过滤血液的任务 所以肾脏的血液供应很丰富 每分钟流经于肾脏的血液 相当于心脏输出量的20%到25% 如果肾脏受到损害 不再清理这些废物 那么它们将在血液里堆积 损害我们的身体 肾脏过滤出的物质与水结合 变成尿液 然后排出体外 除此之外 在过滤的过程中 肾脏还会重新吸取 血液中有用的成分 比如说维生素 蛋白质 糖分等等 肾脏还负责维持体内水 电解式 还有酸碱的平衡 肾脏的功能 还有调节内分泌激素 帮助控制血压 维持骨代谢 调节红细胞生成能等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肾脏对于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B超下的肾脏 下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肾脏在B超下是什么样的 检查前 我们会让您提前憋尿 至于为什么要憋尿呢 请点击右上角 查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用总结憋尿的小诀窍 我也会把链接 放在下面的评论区里 好 下面让我们回到肾脏 检查的过程 通常我们会让您 保持左侧卧或者右侧卧的姿势 因为肾脏位于后腰部 这个姿势有利于我们检查 我们也会让您做深吸器 屏住呼吸 肾脏的上端 是在肋骨之下的 深吸器会让肾脏向下移动 避开挡住我们视线的肋骨 是我们可以取得更清晰的图像 大家可以看到 肾脏在B超下很容易辨认 形状是残痘型的 外面的轮廓光滑清晰 里面的肾脾质在这里 是低回肾的 稍微有点暗 这些圆锥形的区域是肾随质 比肾脾质看起来还要暗一些 中间亮的区域是肾豆 因为肾豆旁边围绕了一些脂肪 脂肪在超生下都是强回肾的 所以看起来要亮一些 最后这个区域是肾鱼 肾鱼连接着输尿管 输尿管里面如果有尿因的话 会更容易检查 我们会检查肾脏的位置 左右肾脏的大小 正常的长度大约是10到12厘米 还有肾脏有没有任何病变 可疑的囊肿 有没有肾脊水 还有肾脏的血流等等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患者的片子 这位患者的左肾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你看他的右肾 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不对劲的 我们和正常的肾脏图片比较一下 对 就在这里 箭头指的地方 有一团很亮的光 下面还有阴影 我们好像之前在哪儿见过类似的物体 没错 就是在胆囊里 胆结石和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呢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肾结石 肾结石是什么呢 肾结石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 尿里中的盐或者化学物质形成了结晶 就变成了肾结石 这些结石造成了泌尿系统堵塞 限制了尿液的流动 这会导致感染 肾损伤 甚至肾衰竭更并发症 结石可以用不同的物质组成 大约90%的肾结石都含有钙 最常见的是草酸钙结石 肾结石的形成 肾结石常见于20到50岁的年龄层 随着年龄的增长 换肾结石的几率也会变大 男性更容易换肾结石 肾结石形成的理论和相关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无法单一用一个原因来解释肾结石的形成 有的理论是说尿液里含有过量的矿物质 比如说钙 草酸 还有磷酸盐等等 它们形成结晶 就变成了结石 有的是说肾结石的形成 是因为尿液中缺乏 可以抑制这些矿物形成结晶的成分 其他可能会增加肾结石几率的因素 还包括饮食因素 喝水少 这样会减少尿液的排放 使尿液中的矿物质在体内待的时间过长 容易形成结石 还有摄入过多还有草酸的食物 比如说豆类 可可 茶和咖啡 还有摄入过多还有漂亮的食物 比如说动物的肝脏 海肠品等等 还有环境因素 比如说圣结石多发于气候炎热的地带 这是因为当年大量流汗 但是喝水太少 导致尿量减少 增加尿液中矿物质的含量 还有遗传因素 有圣结石的家族史 缓圣结石的几率也会增高 肾结石的症状 肾结石的症状和肾结石的大小 形状 位置 有无感染和阻塞有关 如果结石没有造成堵塞 有时候会没有明显的症状 如果有症状的话呢 常见的症状包括 肾脚痛 肾脚痛呢 是肾鱼还有输尿管里的小结石向下移动时 划伤了胶嫩的输尿管的内膜 才会感受到疼痛 间断性的脚痛 可能会从后腰放射直到大腿根部 如果感到腰部隐隐作痛 这一般说明结石还在肾脏里 疼痛感是因为结石的摩擦产生的 如果结石太大 会造成排尿困难 如果结石破坏了细胞的组织 可能会有尿血 其他的症状还有呕吐 恶心 发烧 腹胀等等 肾结石在B超下是什么样的呢 B超是检查肾结石最常规 安全 快捷的方法 肾结石在B超下是强毁肾的 特别的亮 而且结石的下面还会有阴影 因为肾波无法穿透结石 大部分的肾波碰到结石 都被反射了回来 如果发现了结石 我们会测量它的大小 记录下它的位置 在泌尿系统中 有三个地方是比较狭窄的 结石很容易在排出的过程中 卡在那里 造成阻塞 第一个地方 是在盆鱼和输尿管之间 第二个是在输尿管里 最后一个比较窄的地方 是在输尿管和膀胱之间 阻塞可能会造成疼痛 感染 肾功能损伤等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患者的B超 你可以看到 它的结石是在右肾 肾余的位置 结石的下面 有阴影 我们再检查一下它的膀胱 哎 你看到了吗 在膀胱下方和输尿管连接的地方 也有一个小亮点 但是它的下面 没有很明显的阴影 那这个是不是结石呢 我们B超啊 还有一项鉴定结石的法宝 就是彩色多普勒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结石上 会有闪烁的图像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物体 你可以看到 有闪烁 我们再看一看之前那个大一点的结石 没错 也闪了起来 这样我们可以推断 这两个都是结石 但是不是所有的结石都会闪烁的 所以我们还会借助其他的检查方法 比如CT扫描 尿检 还有X光片来确诊 肾结石的治疗 医生会根据肾结石的大小 类型 还有患者的症状 来建议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如果结石很小 小于5毫米 可以无需治疗 只要喝大量的水 结石最后有可能随着尿液排出 如果患者有明显的疼痛感 医生会开始止疼药 减轻患者排出结石时的痛苦 如果结石很大 大于7毫米的时候 医生可能会使用药物 或者借助外科治疗 来移出结石 常见的方法有 体外充积波碎石术 筋疲肾剑取石术 还有输尿管径手术等等 肾结石的预防 肾结石的发率很高 所以平时一定要特别的预防 我们要定期做尿肠胃的检查 及早发现 进行治疗 但也是方便 因为草酸钙结石是最常见的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少吃 还有草酸的食物 比如菠萝 花生 坚果 巧克力等等 还有红茶 也是含有草酸的饮品 所以说千万不要以茶带水 我们可以吃含有柠檬酸的食物 比如说柠檬水 橙子 柠檬酸会溶解尿液中过多的钙 帮助它们排出体外 还有少吃脂肪 少吃还有漂泳的食物 比如说动物肝脏等等 平时呢 还要多喝水 少吃盐 如果你很喜欢吃之前提到的食物 那么吃完之后 还要请你多喝柠檬水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转发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大家一起 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 我们每周定期更新 如果你有对B超相关的问题 或者感兴趣的医疗话题 请在屏幕下方留言 下一期 我们要讲讲 肾囊肿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什么症状呢 在B超下 我们是怎样发现肾囊主的呢 在下一周的视频里 我们会为您一一解答 我们下周再见啦 我们下周再见啦 我们下周再见